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历史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将挑战你的历史知识 揭开三部引人深思的著作的神秘面纱 首先是一切的终结 战争如何走向毁灭 由汉森撰写 本书详细描述了四个曾经辉煌的文明 如何走向毁灭 从亚历山大大帝攻陷迪比斯 到罗马帝国摧毁加太基 再到奥斯曼帝国征服军事坦丁堡 以及西班牙征服者屠杀阿兹特克人 汉森揭示了这些文明共通的致命错误 过度依赖过去的经验 错误评估敌人 未能认识到权力转移 最终导致了不可避免的灭亡 接下来是莫斯科的午夜 俄罗斯对抗西方战争前线的回忆录 沙利文在这部回忆录中揭示了 他在2020年至2022年间 作为美国驻俄罗斯大使的经历 并生动描述了在俄罗斯运营大使馆的困难 他揭露了特朗普和拜登政府 面对的种种挑战 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前奏 沙利文对普京偏执世界观的描绘 以及俄罗斯精英的被动性 既引人入胜又令人沮丧 最后是 间接统治 美国国际层级的形成 由雷克撰写 本书探讨了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历史根源 揭示了美国与不同地区的精英 达成交易的模式 雷克认为 美国的权力是一种间接统治 通过与当地精英结盟来巩固其影响力 这些精英则以支持美国的政策目标为交换 雷克的历史分析 展示了这种层级秩序的持久性 但也揭示了 其助长的非自由主义 腐败 以及危险冒险行为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 这些引人入胜的历史事件和分析 汉森 的著作 一切的终结 战争如何走向毁灭 是一部令人震撼的历史分析 描绘了四个曾经辉煌的文明 如何走向毁灭 公元前335年 亚历山大大帝的军队掀起了腥风血雨 攻陷了古老的迪比斯城 这一事件宣告了 希腊城邦体系的实际终结 接着 公元前146年 罗马帝国在第三次步逆战争中 彻底摧毁了加泰基城 这座曾经繁荣的北非城市 化为废墟 时间退役到1453年 奥斯曼帝国征服 并洗劫了败战亭帝国的心脏 军事坦丁堡 这一事件标志着一个伟大帝国的终结 而在1521年 西班牙征服者及其中美洲盟友 在特诺奇提特兰城 对阿兹特克人发动屠杀 这座壮丽的城市 如今隐藏在现代墨西哥城的遗址之下 汉森观察到了一些共同的模式 这些衰亡的文明都 徒劳的指望 几乎从未出现的援助 依赖于过去的方法 而非考虑当前的独特威胁 他们错误地评估了敌人的军事能力 和自己的平庸 未能意识到权力平衡的转移 最终走向不可避免的灭亡 这些故事不仅是历史的记录 更是对人类行为 和决策失误的深刻反思 沙利文、Sullivan的《莫斯科的午夜》 俄罗斯对抗西方战争前线的回忆录 则以顾问的视角 揭示了当代政治的复杂性 他于2020年至2022年期间 担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 跨越了特朗普和拜登两届政府 见证并处理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后果 沙利文坦率地揭示了 特朗普总统任期内的种种混乱 并在较小程度上揭示了拜登政府的问题 他描述了 在一个敌对国家运营大使馆的艰难 员工受到骚扰 与俄罗斯高层官员的接触 被严重限制 俄罗斯的对话者甚至当面撒谎 书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 是对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前奏的详细描述 沙利文和他的同事们 为防止这一事件所做的努力 回顾过去 俄罗斯的外交行动 被揭示为多数是表演性的 旨在将即将到来的战争归咎于美国 并将其描绘成 不愿做出必要让步的一方 他对普京偏执的世界观 以及顺从的俄罗斯精硬的被动性描绘 既引人入胜又令人沮丧 揭示了国际政治的阴暗面 雷克·雷克的间接统治 美国国际层级的形成 则为我们提供了 对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深刻见解 雷克在其开创性的 国际关系层级研究基础上 探讨了美国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动态 包括20世纪初的加勒比海 和中美洲 20世纪中期的西欧 以及当今的中东专制国家 他认为美国的权力 最好被视为一种间接统治 这是在主导国家与附属国家精英之间达成的交易 雷克追溯了美国与当地精英的结盟模式 例如加勒比海的地主精英 和中东的君主制政权 这些精英以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作为交换 获得军事保证 或有助于巩固其国内统治的让步 通过仔细的历史分析 雷克展示了这种层级秩序 为何如此持久 但也揭示了 他如何助长非自由主义 腐败 搭便车行为 以及美国及其伙伴的危险冒险行为 三部作品 共同勾勒出了一幅这战争 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复杂画卷 汉森的历史分析让我们看到 过去文明如何因错误的决策而灭亡 沙利文的回忆录让我们了解了 现代政治的艰难运作和背后的真相 而雷克的学术研究 则揭示了国际关系层级的持久性 及其背后的交易和阴谋 这些故事不仅是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度解读 还是对人类行为和政治决策的深刻反思 每一个细节 每一个观察 都在提醒我们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战争和政治的背后 总有着更深层的动因 和不可忽视的教训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我必须说 汉森的观点堪称一针见血 历史上无数的文明 都因为无视变化的趋势 重蹈覆彻而走向毁灭 看看亚历山大大帝征服迪比斯 这不仅仅是军事胜利 更是战略上的大师级操作 迪比斯依赖老旧的战术 被亚历山大一击毙命 这就像是拿着黑白电视 去看4K电影 结果可想而知 楚天书 你的比喻虽然有趣 但忽视了迪比斯自身的问题 这些文明的灭亡 更多是内部腐败 很无能导致的 再说了 亚历山大那不叫战略 那叫运气好 天时地利人和都站在他那边 再看看特诺奇提特兰 西班牙征服者不过是几百人 是因为阿兹特克人热衷于祭祀 自己搞得兵荒马乱 才让西班牙人减了便宜 这跟现代社会没啥可比性 现代国家可不会因为迷信 被人随随便便灭了 谢奇奇 你这种看法真是天真 无论是迪比斯还是特诺奇提特兰 外敌入侵只是加速了他们的灭亡 内部腐败当然是原因之一 但他们最大的错误在于对外部威胁的严重低估 这就像是你家着火了 还在抱怨邻居没来帮忙灭火 历史教训告诉我们 任何时代都需要对变化保持警惕 不然就会像一张过期的信用卡 说没就没 楚天书 你这种过度依赖历史的观点 就像是拿着老黄历算现代天气 你提到的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 现代国际政治的复杂性远超这些简单的历史事件 再说 现在我们有国际组织 有全球监控 有科技和情报手段 别的国家想打你的主意 可没那么容易 你看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结果是什么 全世界的制裁 国际社会的谴责 这些都是现代社会所特有的防护机制 谢奇奇 你的乐观真是让人刮目相看 确实 现代社会有很多防护机制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高枕无忧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一事件 恰恰证明了国际秩序的脆弱性 看看普京 那可是现代的亚历山大 不断挑战国际规范 即便如此 制裁的效果也有限 乌克兰还在苦苦挣扎 历史虽然不是一模一样的重演 但他的教训却是永恒的 楚天书 你这是典型的启人忧天 现代国际组织和多边主义的存在 本来就是为了防止这种破坏性的战争蔓延 你看雷克的书里就提到美国如何通过间接统治来稳定世界各地 这难道不是现代国际秩序的成功案例吗 美国与各地精英合作 建立稳定的国际秩序 这可比你那些古老的战争 故事更具现实意义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